为推动新式绿地维护概念减少硬铺面的灰色城市感 刚是政府环保局把凹子底公园拆除掉它们的围离 并且用草地取代了硬铺面得到许多居民肯定 局长张瑞浑就表示了绿地是永续发展的指标之一 透过草皮铺植可以有效增加绿附面积 也可以美化城市环境减少阳光反射地面 造成的刺眼不适感 另外还能够减少阳城降低空气污染 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摆放 每年可以固碳231公吨 绿地革命除了是网禁能永续迈进了一大步 也希望带动公司部门效仿 让高雄成为更宜局的城市